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取出炒好的胶盐 用导臼碾压成粉末 将热胶盐涂抹在鸡的身上 趁热涂抹的好处是容易入味 先是鸡胸脯 然后鸡腿 鸡内腔 凡是落后的地方要多擦一些 原则上在给鸡按摩的过程中 要让鸡肉出汗 就是让鸡表皮出水 那样说明延起作用啊 腌制好的鸡放置约一到两个小时 接下来切一些姜末 蒜蓉和葱花 蒜头可以按视频的方式拍碎 然后再切成绒 先把葱拍松 然后划开 再切成末 另外切一些青尖椒和红尖椒 准备20克干辣椒 清洗干净后 泡水20分钟 用刀切成段 再准备红皮花椒20克 绿皮花椒5克 八角2克 火锅底料一包约80克 韩国辣椒粉20克 13香粉10克 之前熬制的鸡汤1000克 有兴趣的可以查阅之前的视频 开始前 先将鸡冲洗一下 去掉部分的盐分 锅上火 倒入少许油 分别将一半的葱 姜 蒜下锅煸香 然后加入红皮花椒 青皮花椒和八角 炒出香味 注意要用中小火 火大的话会烧焦香料 接着放火锅底料 13香粉 辣椒粉和干辣椒段 炒香后 放入鸡汤 大火烧开 让各种调料充分地融入汤汁中 接着调味 由于鸡腌制过 火锅底料也是有咸味的 所以调味前 要先尝一下汤的味道 放入冲过水的子鸡 注意将鸡肚子中也灌入汤汁 像饰瓶一样 用夹子夹住鸡脖子 将腹中的汤汁倒出来 反复几次 这个动作要在鸡还没成熟前操作 否则会破坏鸡皮 同时 不停地用勺子把汤汁浇淋在鸡身上 让鸡皮收缩 下面开始调味 加入老抽10克 先定色 成熟后还要调色 糖15克 生抽15克 鲜酱油15克 将调好味的紫鸡及汤汁倒入高压锅中 鸡皮朝下进行压制 调整好高压阀 压制五分钟 焖十分钟 压制时出了些小状况 估计是项圈的密闭性不足了 可以听到奇怪的声音 所以赶快关闭了火 那闷智的时间少了 当然由于是嫩得紫鸡 问题不大 脱骨还行 但没到酥烂的程度 打开后看看 色泽非常好 香气扑鼻 其实网上介绍的此类菜肴调料多 过程复杂 并不易学 对于我们来说 量力而行 将菜肴做到适口 才是真谛 利用本地特有的原料进行操作 让菜肴吸引你和你的家人 这是本视频的宗旨 赞同我的观点的 可以试一试 如果做得不错 就给我一个鼓励 这里感谢观看视频的各位 锅在上火 加入少量的油 放入剩余的葱 姜 蒜 煸香 加入卤鸡的汤汁 烧开后 再调入老抽五克 糖六克 放入青红尖椒段 略烧 勾芡 让卤汁略变稠 装盘后 撒入葱花和芝麻 变成手撕机之前 给它来几张定型照 下面替大家尝一尝 鸡肉一巴就开 看看鸡腿 是不是更诱人 很容易就脱掉骨头了 最后还是动手 将鸡肉撕成片 带卤汁一起拌合 变成手撕机 味道更加好 希望大家都来试试 非常不容易 小鸡肉担河 还有鸡肉担河 感谢观看